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心 是 九云戒主 冰女 擅入秘境挑战 有违判官法则 当受神雷诛杀 戒主 我绝非故意闯入秘境 是 违背法则 即是大错 不去多言 九云戒主 请问 她犯了什么错 你是在明知不问吗 判官法则之一 保护思明城无辜修士 冰女为了救人才进得秘境 她明明是在履行判官职责 你不省她还要问罪 你 你什么你 九云戒法则互相矛盾 这是你的问题 今天要是一位兵女救人惩罚她 不过谁还遵守贵则 果然是九云简洁了 此次便罢了 若敢再违背叛官法则 你等将有狩猎子之谷 主人 你们终于出来了 冰女 你没事吧 冰女姐姐 对不起 是我误会了你 还害你受伤 我答应月宇要护你周全 已经承诺而已 这次我还顺便通过了第五课游行秘境 不算亏 我们先回房间疗伤吧 你们 一起回房间 回谁的房间 当 当然是我的房间 我体内精血 好像一直在流失 龟母那几刀神雷 在你体内留下了反噬痕迹 如果不拔出 你的精血会被蚕食殆尽 不肯定 您 会逗大 将来并这样 这卫阳之谷 一人 既然不愿消散 那就没我所用吧 神雷绝 都恢复了 你也被那几道神雷劈中过 现在怎么样 小爷体质特殊 当然没事 除了身上还有些疼 哪里疼 这里 别想歪了 我是在检查治疗效果 病女姐姐 你这心脉跳得有些快啊 检查需要靠得这么近吗 你是我的房东 可不能出一点错 你多关心一下自己吧 刚才在秘境 你还想自报冥销 你不想回家了吗 爹娘已不在 即便离开九渊界 我也是无家可归之人 谁说你没有家的 不是还有定坤和小九吗 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对了 我们在秘境看到的那个图案 是双刃剑 定坤说那是雪岩留下的标记 雪岩 是那位小九姑娘前世的身份吗 那 我的前世是谁呢 小九 现在失去了记忆 说不定 你在成为判官前就认识他 也是条线索 陈渊馆记载了所有四明城 现存修士的来历 我可以通过他的身世继续查 可除了判官 你们修士不能随意进入陈渊馆 那我们就给独孤判官一个惊喜 我会用隐魂灯 掩盖你的气息 让你变成应杰大人 但只能撑半炙香的时间 相信我 够了 应杰大人 应杰大人 你终于有空来看我了 碰巧有空 独孤判官 我们今日来 应杰大人 我搜寻到了几本 失传已久的古琴谱 这要送给你 哦 慎 慎得我心 应杰大人开心就好 独孤判官 我们今日来是有正事要做 那不如兵女你先去做正事 我和应杰大人还有些话而说 我们是来查看四明城修士的生死簿的 查谁啊 不会是要查那个叶宇吧 你利用职权调查情人 正事要紧 请独孤判官开启生死簿 请独孤判官 金首领 果然是孤岸岸边的血脱物 还有美丽金的鸣精角 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把首领的鸣精角还给他 要发疯到一边 别妨碍我 这是 美丽寒的鸣精角 叶哥哥 小九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 我以前也住这附近 我其实也找了很久 不愧是四明城最强的修士 能将这群猎脚的异王打尽 明明有定位服 居然来这么慢 你们装弓好的 你 你一直在骗我 实在抱歉 刚才有两个人 秘境挑战失败 花了点时间 炼化他们的鸣小来 王我还对你愧疚 你这判官的糟糕 你们这群糟糕 汤狗 兴许还能活命 刚跟杂草 只配被践踏致死 你杀了百里镜对吧 把他的鸣角 和百里寒的鸣角 都交出来 叶哥哥 不能给他 你们最初的目的 不是杀猎脚魔 是为了拿走 他们两兄弟的鸣角 当初百里寒 还在孤星试炼中中做 鸣角梅被兵女收走 却也没送给小夕 反而被送给了百里镜 小夕护又跟随他树拟了 什么好处都没拿着 我便为他讨个公道了 而你 叶宇 杀人多久 最佳一等 陆华 你敢 我已经把他们的鸣角给你了 况且 不是你叫我帮忙查 猎脚魔行踪的吗 哦 我有叫叶宇帮忙吗 没有 您碰巧来这里 叶宇坦白杀人 您才按规定收拳的钱 嗯 你看看 叶宇 原来你也是个小丑 哈哈哈 叶宇 看在你 杀的是有罪修士的份上 只要你斩下自己鸣角 我救 我救 好痛 救救我 救救我 这是违背了判官法则 才会降下的惩罚 怎么可能 判官只能炼化以死修士的鸣角 可我有说百里进死了吗 啊 我在哪儿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兄弟 你还活着 他只被斩去了记忆和修为 好一个将棘就戒 耍了我们所有人 不是只有你会有戏 判官 想和我玩心眼 你还有的学呢 陆华 判官不可伤害无辜修士性命 你忘了吗 我不伤你们性命 只要你们不死 我可以慢慢折磨你们呀 你怎么回事 纯以灵力比别人 我不一定是你的对手 但在城内劲之下 你就是个不能用战绩的废人 哈哈哈哈哈哈 这家伙 真是丢判官的力 媳妇 为什么每次闹事的地方都有你 你又为什么 总出现在我闹事的地方呢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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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你没事 太好了 小九 你不是在家吗 我 小夕在判官失恋其失败 违背判官法则 陆花教唆犯罪 和这两个修士 一同押回成员管审探 无关修士 尽快离开这里 尽快离开这里 为什么抓我 你们到底是谁呀 看来 斯明城果然没有一天是安宁的呢 等一下 你们忘了这个 这可是百里寒的铭剑 练花号能增长不少修为哦 但同时也会吸收那些情感记忆 太麻烦了 小爷向来只信自己 也是 在九云井 多余的情感可是会害死自己的 这些人怎么还天天搞些阴谋诡计啊 主人 你怎么了 果然受伤了吗 叶哥哥 你累了对不对 我们回家吧 好 我们回家 哇 叶鱼 就是 就知道他肯定会 就是 往出去 冲四明城 冲四明城 居然一个都没死 无聊 这是你们的通关奖励 还有鸣角之力 这个秘境像是看了场模仿秀 还挺有意思的 但想让我死在这儿 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主人的雨滴灵像眼花万物 本来就比清爵这种纯粹的模仿更高级啊 这小子也和我们配合的不错 没兴趣听你们秀配合 赶紧走吧 这次奖励的明镜币好少啊 不能喝小酒去买零食了 不是还有主人我吗 想买什么就买 没吃好怎么有精力继续打架 主人最好了 恭喜叶鱼 定鲲 莫 通过第四颗古星试炼 主人 我们去买 主人 传送服 这里是 叶宇 久仰大明 欢迎来到我的小世界 我就是列角魔首领 百里剑 你果然一直在演戏 突破古星秘境 就是为了最后能把我传送到这里 抱歉 只能怪你挡了首领的路 哼 你是百里寒的弟弟吧 你不配提到我哥 今日 我就夺下你的鸣角 成为我们突破九元界的钉鸟石 是 想打 我就陪你们玩一下 只是分身的一击 就能打倒了我们所有人 他分身以后灵力也会被削弱 我来攻击奔契 你们围攻分身 变光 原来如此 在这里不用消耗鸣角之力 也不受九元界法则局限 那又如何 你赢不了我 既在法则之外 我 就是法则 这 这 这才是抑郁的食物吗 求其 老大 别歇着 小爷的招式 还没回忆完呢 就算这里没有灵力限制 但你别忘了 这里是我的书记 这样才配做我的对手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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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坤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叶哥哥呢 糟了 一定是那个莫搞的鬼 敢在古兴秘境中搞鬼 判官没有阻止吗 对 我去找判官帮忙 小九你在家守着 千万别出门 不振 是 定坤 快 退下 小九姑娘 主人吩咐要保护您 不准 你这样才有点你哥的样子 你不配评价我哥 他死后 居然还将把明脚留给你 什么 可你明明和盘归勾结 骗了我哥 你有什么资格 小爷做事敢做敢当 不欠骗任何人 你以为 我就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叶鱼 你逃不出我的小世界 你给我哥陪葬吧 是 小领 我们要不听他解释一下吧 或许 闭嘴 你也被他拟过了吧 这里一切多有利于他 必须强在他和小世界的官吏 该死 原来如此 你借助了血脱墓承载神魂 在将血脱墓带到没有尽致的古兴秘境中 开启小世界 你能看透又怎样 法则 你要在我这一方天地施展 你逃不够我的掌心 可惜 你的小世界有极限 但我没有 那就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实力了 天地金斩 斩天地 不得陈你心魄 先建议 看看你 如果是我 超人的 也尽不来 我 我是